哈喽哈喽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晚的主题是什么呀 今晚的主题是 你对关系有多少的幻想 有多少的幻觉 不切实际的幻想 还是你认为它是多么的真实重要 有价值 不信我一定要让它成真 幻想成真 我的人生才能成真 那为什么我们今晚会聊这个话题呢 那首先第一就是 Christina和我 我们都是Access的导师 然后也是这个专题课 这个关系经营不一样 relationship但different的导师 然后呢我们就 不知道怎么样聊了 之后就觉得 OK 要不要一起开这个课 所以我们就决定会一起开这个课 那在这个课之前呢 我就想就是 有些什么好玩的呢 就像比如说前夕 但当然我们不可以那么公开做前夕 所以我们就只有 这个公开的zoom 我好像看到你在喝水 我在喝醋 OK 所以今晚的这个主题 你对关系有多少的幻想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呢 你问一问你自己 你身边有多少 我们先不说自己 OK 自己的话 你可能比较难承认 身边有多少的人 对关系是有太多的幻想的 而且这些幻想是 不管你怎么样敲醒他们 你都敲不醒他们的 那你自己呢 OK 那当然今晚你们也可以 做出任何的提问 就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 跟关系有关的 欢迎你们提问 那我觉得这个课好玩的其中一点就是 你的问题呢 会有Christina回答 然后我也会回答 就是同样的一个东西 会有两位不同的导师 给你不同的观点 然后突然间就会变成 是不是各持一方 打枕头站起来了 然后我们的课就不需要开了 没有会越演越烈 所以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加入这一场 所以在关系中 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幻想呢 或者你在身边有 知道有常听见什么些的幻想 甚至有哪些幻想是你成 你觉得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没有啊 可是你实际上还在不停的 把它当成目标 然后想要去追随它 然后如果它成真了 你才会觉得 哦 我好像才 这个才是做对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只要他们够执迷不悟 那他们的这个幻想最后 就会梦想成真 是这样的吗 梦想成真是他们的幻想 你怎么可以那么直接点破 大家的幻想呢 哦 好 OK 所以呢 你们会发现就是 如果某一个人在幻想你的时候 你去敲醒他 去点破他的这些幻想的话呢 其实他们是不会感激你的 通常他们是不会感激你 他们也不会开心的 但是今天你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主题 然后你们还会来呢 可能你们是比较不同的一群人 那就请允许克里斯莎和我 我们可以 不留情 你的幻想泡泡 OK 我们从哪里开始聊情 有人说 总会有人看透我的伪装 去接受我 其实你希望有人会接受你 可能也是一个幻想 OK 大多数人其实 有那么多的评判 你要他们接受别人 当然他们也不会说完全的不接受 但是他们的接受其实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小的 非常非常的少的 那所以这里呢 其实大家可以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 你不是去找一个不能接受你的人 来希望他接受你 如果你希望一个不能接受你的人 来接受你 这个绝对是幻想 这个是很严重的幻想 而且你会一直不停的 要付出 要证明 你要向对方证明 你看我是多么的有价值 你看我对你多么的好 你看见吗 OK 所以这是苦喊 所以这是有多少人在关系中 他拼命的努力努力 觉得有一天我们的关系一定会变好的 我会我这么的用心 你怎么会没看到我的用心呢 这如果也是你的幻想呢 或者你在试图满足 不只是你自己的这个的幻想 你在满足对方的幻想 然后成为一个你不是的 你自己 哦 那在这里 你让试图让你很多的创造 都建立在你的幻想 然后叠叠叠叠叠叠上去 哦 那你跟 都不用去看到什么 真的是适用于你的关系了 因为从来都不是从提问 跟觉察出发 哦 所以这里还有什么可能呢 我发现了个想法 今晚我们要 呃 留情一点点呢 手下留情呢 还是我们就很狠的来呢 大家要怎样 要很狠的来 还是 要来一点 诶正行 等等 还行吗 我们呢 无情的来 狠狠的来 哇 原来大家都喜欢粗暴的 哈哈 有人说请敲打我吧 狠狠就狠到底 哦 OK 好 那所以刚才 刚才我 为什么我这么问你呢 问你们呢 就是 因为刚才我在说 就是你有多少时候 是希望一个 不能接受你的人 接受你 那 呀 有人说 Ryan不是只有狠招吗 没有 我也可以很 很客气的 OK 那 然后就突然间 发现了一个能量 就是 其中一个幻觉 其中一个大家 可能不肯面对的 一回事 好吧 我就狠狠的来吧 既然你们有 这种 这种奇怪的要求 有多少的关系 对你是行不同的 但是你在自欺欺人 你不肯承认 不肯看见 所有这一切 哇 成为比天小的人 那么多背 你会把它全部 摧毁永远 不在创造吗 除了不肯承认 不肯看见 就算你看见 你也不会把它放下 所有这一切 成为比天小的人 那么多背 你会把它全部 摧毁永远 不在创造吗 现在马上拿起电话 打给某个人 跟他断绝关系 然后 有多少 你的幻想里面 你每天 你交付了 多少的能量 在这些 你的幻想里面 让他成为 你的创造来源 而不是 你是你自己的 创造来源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在创造 而且在幻想里面 我们有多少的 秘密译成 我们不要去看到他 你们有多少人觉得 面对现实 是太残酷 太痛苦的 活在幻想里 幻觉里 是比较舒适的 所以 也至少带起来 不要看到他 所以 这一切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不在创造吗 所有人 去看回你之前的 每一次的关系 在这些 之前每一次的关系里 是否 其实你一开始 就知道 某个时候 你就知道是行不同的 你其实是知道的 但是你就 进入了这一个 自欺欺人的 这个状态里 这个模式里面 然后一直 不停的说服自己 OK 这是OK的 它会变成更好的 然后呢 最后是怎么样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快一点的 直接一点的 是看清真相的 那 其实你可以少了很多的痛苦 可以少流很多眼泪 但是我曾经听过 有人说什么呢 就是 曾经一个人 我忘了是谁了 不是谁 Excess的人吧 他大概是说什么 就是 觉得这样比较好玩 就是 如果你一切都看得太清楚 那就不好玩了 我一听 我觉得 所以对于这种 就是 我在幻觉里 好像比较好玩 太真 一切都太清楚的时候 就 没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太无聊 所以这一切 你会把胸吹回 永远不再创造吗 所以在这里面 有多少 我们买入的谎言 然后把这些幻想 大过了 你的生活 你的实相 然后呢 用这些 然后默默的还决定 内心里决定了 其实 因为你把它 把它大过了 你的实相 然后在 更里面的 其实你已经决定了 你不会拥有它 因为它从来 不是你的实相 所以你在这里 让幻想 跟你 还有你这个实相 分开的 分离的 那这里面有多少 你也可以这样子 一开始我们讲到 接收嘛 所以 你也不接收你 的这一个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yes 然后有什么人 要提问的呢 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大家有一种 就是很怕提问的 有一种感觉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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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他一定会更好 所以这里的更好 是指什么 可能就是你的幻想 符合你的 你对他的期待投射 你觉得 他应该怎么对你 那这就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认为 这段关系怎么样 才叫做更好 对 谁说什么 不要有往来 就不会有关系 这里面 有什么 这是我 我按道的举手吗 你的 你的zoom会自己举手 我的zoom会自己举手 好生气哦 哦 不要往来 就不会有关系了 手放下 好 对 不要往来 就不会有关系了吗 这是真相吗 还是这里是 那个不往来 是 你提问 有没有贡献 还是你就决定了 哦 我们知道不往来了 我们就不会有关系了 然后在这里 我也不用从你这边接收 你也不用从我这边接收了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的结论 哦 在默默在心里 因为他不符合你的幻想 的结论 所以你已经在默默的 在心里评分咯 哦 所以你的对和错 就开始直接帮你运作了 哦 所以你已经开始活在幻想中 而不是活在提问 和觉察中的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在创造 可能我们从看过 经历过什么 是创造性的关系 贡献的一种关系 然后有人说 跟家人跟家人也会有幻想吗 永远无法没有关系 没关系 然后有人说太庸俗 没路也无法选择 所以即使有关系 也就先拖着 然后对方给过美好 但改变了 哦 有幻想 就有活下去的勇气 这是真相吗 嗯 有多少人觉得 哦 看着哦 那个幻想 我好像就有追逐他的 然后他就让你撑 撑过 这样子每天 每天 每天 你觉得这样 你就下去了 可是真的 你 这就好像我们那个 常常会在讲 surviving 的模式 生存模式 但他不会为你创造 丰盛 喜悦 哦 所以你让多少的幻想 成为你的目标 然后认为这样子 你才撑得下去 这里面有多少的结论 所有带出来的这一切 哦 让你真的无法 真的从关系中接收的 这首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Run wrong Good and bad Pub and Pot All nine shorts Boys Provets and Beyond OK 我觉得我们可以 说一下 就是 这个 关系 就是 access 是 或者在access里 我们 我们一般上怎么样去 就是 看待 关系 这一回事 因为其实呢 有不少的人是 可能对access 有误解 就觉得就是 以为access 是非常对抗关系的 就每次都是跟你说 关系里有那么多的问题 access 没有对抗关系 access 只是跟你说 不要那么愚蠢的 去选一个对你行不通 有很多问题的关系 OK 今天如果 你的关系 对你来说是行得通的 是扩展你的人生 是双方都 更扩展的 那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关系 但是 但是关系这个东西呢 是非常的复杂 然后 有太多的 双方都有幻觉 有太多的 评判 太多的 不接受的 那 所以有这些 各种的 这些 困扰的时候呢 那就有 困难去创造 美好的关系 那 所以 在今晚的 这个公开课 还有接下来的 这个 十次的 这个 关系经营 不一样的课呢 那当然我们的 这个目标就是 怎么样可以让你在 关系里 第一 有不同的可能性 然后而且是 不会失去你自己的 可以让关系是 好玩的 当我说 可以让关系是 好玩的时候 有些人的观点 都觉得 这怎么可能 你看这些关系 这些人都是这样 所以 那你要问你自己 就是 你有些什么观点 让 关系不能是 好玩的 OK 所以这一切 所以这些观点 不管这些观点 是否是 你的观点 或者是 你从别人那里 得到的 或者可能是 你从你父母那里 得到的观点 所以这一切 你会把全部 摧毁永远 再创造吗 Yes Rang Run Gambay Parking Park Online Share Spot Is Perverse And Beyance 有人问 十次关系 是个别的 主题关系吗 我们会有一本 手册 是RDD的 一本手册 所以如果你报名 这堂课的话 你们会收到 那个讲义 对 然后这里面 讲义 我们不是说 照着这个讲义 然后去上课 可是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讲义 我们可以 从里面 当然你可以 也可以 根据你的提问 然后我们就会有 带出不同的东西 对 Rang要补充了吗 所以就是 OK 你们如果有些人 上过我的课 你就知道 就是我是几乎 不会跟讲义的 但是讲义里的东西 当然如果你问到的话 我们还是会去谈 那更重要就是 你 OK 所以应该这么说 就是讲义里 有非常多内容 可能我们根本 不会一页一页 每一行去念 那你可以自己去看 然后里面可以 给到你很多的资讯 很多的这些清理 那你有些什么 你遇到了一些问题 一些困扰 一些你想要改变的 一些东西 你想要走出来的 这些幻觉 你可以在课上 勇敢的提问 那Christina和我就 就会回答 你们的问题 然后可以 根据大家的能量 然后跟随 就是 也会给你们最新的内容 去创造一些 一些清理 比如说 在我们在讨论 这一个课的时候呢 Christina 之前就 就跟我 谈的一样东西 就是 最近SF里 谈的一样东西 叫做这个 Otonomy 中文叫做 自治吧 他们翻自主 嗯 方方翻自主 自主啦 然后 比较像自治区吗 我们那个时候 讲那样 对 因为 因为如果你说自主 听起来就是好像 这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 但是自治的话 就是你 就是要把其他的东西 推开来 维持你自己的一个 一个空间 你的实相 那很多人甚至就以为 就是当他能够自治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他终于可以 成为他的时候 嗯 OK 所以这个是 之前 Christina 你提到的时候觉得 哇 那接下来这个关系 会非常好玩 会有一些 跟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 你要不要说一说 这个部分 关于自主吗 自治区 有多少 而且 自治区的时候 我跳出来的 还有跟自由有关 嗯 有多少人 在关系里面 他们渴望 他们有他们的 自由空间 他们的自由 他有一些定义了 什么才是自由 然后才是他的 所谓的那个自主自治区 然后可是在这里面 他其实成为他的那个 自主自治区的时候 他其实也相对的 把其他人家贡献给他的 都推出去了 然后反而 他就像我们前面提到 那个 呃 接收 对 他没有办 呃 反而不接收 然后 呃 也 其实在让他自己 在那个孤岛里面 一样不自由了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 你在关系里面 创造的 自治区 我自主 autonomy 对 所有 呃 这一切 你还继续他 用他在 你的关系中 然后让你 无法接受关系 接受你自己 哦 这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摧毁 并永远在创造 Rain Rung Good and Bad Pod and Pod All Nine Shots Boys, Boys and Meals 我想要跟你先多聊 这一个部分 然后我再 想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更新的一样东西 XS里一直有更新的东西 那就是呃 这几天是这个 XS的 现在今年只有一次的 这个六天课 六天活动 那我正在参加这个课 然后有一样 全新的东西出现 嗯 那 OK 我们先来 先聊这个 所谓的 autonomy 或者自主 或者自治吧 嗯 我觉得呃 先不管官方怎么样翻译吧 就是 OK 为什么我们选择说自治呢 因为自主听才觉得就没有问题 自治 从表面上看 大家也不觉得是问题 那 它这个能量是怎么一回事呢 比如说 如果你们呃 就是 看中国 OK 中国的有几个地区是自治区 那你看 所谓的自治区 它是什么样的能量呢 或者其实不需要中国 其实 就是可能某个国家 某个城市 某一个角落 是被黑帮占据的 它也是一种自治的能量 OK 所以 那你看 这个能量里面呢 就会有人在里面做王 就是 OK 这个就是我的地头 这里一切由我自己掌控 那这个 当它有这个状态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跟外在 是分离分开的 所以它 自治 表面上好像给到你力量 给到你权力 给到你自由 因为你现在就是王 或者是给到你自主权 但是 其实是 你停止对外接收 你也不能对外有贡献 你就永远活在你自己的一个小岛里面 OK 所以这样大家就明白 这个自治到底是什么了 所以 你有多少的 你有多少 形式的自治 让 你不能创造出 对你 行得通 好玩 即会扩展 你的人生的 关系 所以 这一切 全会比天晓得了 那么多倍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 再创造吗 那你继续把自己睡觉了 拜拜 然后有多少人 他用了那个自治 他是基于 他创造那个 他以为这样他才是安全的 你们有多少人 OK 所以 我在之前的好多次的关系课里面 我听喜宫提到就是 有些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必须要有关系 这才是对的 那有些人观点是什么呢 没有关系 那才是对的 他会捍卫人 没有关系 这些其实都是不同形式的自治 嗯 OK 所以现在当然你们对这个所谓的自治 还算是非常初步的了解 就是刚刚听我们提到 就是可能讲了十分钟 现在你去看看你身边的人 家人 OK 或者是那些 你要说服他们 他们讲不听 他们听不懂在说什么呢 那些人 OK 家人或者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伴侣 他们有多少这种自治的这个能量 所以你看 当他自治的时候 你不能跟他有很好的互动 但是这里现在是 你看别人 你比较容易看得见这个部分 对于你自己 通常你没有这个 怎么说呢 对自己足够诚实 跟自己不设防 不分离的话 其实很多时候是很难看见的 因为你的自治 会让你可以非常的 会捍卫你的这些 你认为是对的这些观点 然后我记得在reference 以前有说到说 不管是 beerun run或者是你 beerun 或beerun right 这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fantasy 也是一个幻想 嗯哼 哦 所以你说的自治 他在最 那个 让他成为对的这里面 有多少那个自治 他也是我们在 让他成为追逐的一个幻想呢 这首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right wrong good and bad pog and pot all nine shots boys pogets and beyond OK 嗯 我还是觉得今天 大家都有一种 非常安静的一种 一种状态 那个自治不是自治力的自治哦 他是治疗的治 他是 讲到关系大家都实话了 自治治疗 这个A啦 赞哦 自治疗 OK OK 你们自己去查字典吧 autonomy A U T O N O M Y 对 哦 对 像自治区很多有些国家 他可能会想成立 像我前一阵子去西班牙玩嘛 然后西班牙的 他就会有讲 除了西班牙语 然后他这边还会有一个 讲加泰人语的 所以加泰人语这一段 就是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他们认为他的加泰人语 更更传统 更具力量的这个 他们就是要争取 他们的一个自治区的那种 他们是自治区的独立的 这种部分 所以在这里 那个自治就是 我要 我的部分 我要捍卫着我的这个部分 还有在这里面有多少 你已经创造一个分离 哦 然后在这里有多少 其实他是带着观点 去运作 哦 好的 不好的 然后分离的 然后在这里 哦 如果 我们是可以 从各种方式去接收呢 哦 那会创造什么样 不一样的关系呢 嗯 好奇 所以跟说 那些想进入关系 为什么你要问那些 如果是你就直接说 如果我想进入关系 那些想进入关系 却进不了关系的 真相 你真的有想进入关系吗 不不不 我要说的就是 可能有些人就是 为什么要问别人 就是 今天你要问的问题 你可以找到 是我一个朋友 他是这样这样这样的 他是说他的朋友吗 他不是说他自己 哦 那些 哦 我看到了 我猜而已 哦 好哦 我有个朋友 哦 对 大家要问 最常以前可能 你会不会跟朋友说 然后你想要问一下 对方关系的意见 你会说 哎 我有个朋友 然后他遇到了某某人 然后怎么样 现在应该怎么样了 然后你要说 我是帮我的朋友问的 对对对 我是帮我的朋友 绝对不是我 绝对不是我 然后大家一听都知道 嗯 哦 好哦 真的不是你吗 嗯 对 OK 所以好 让我比较震惊一点的 回答这个问题 那些想进入关系 却进入不了的 是自制了 那 温豪 OK 你看 那些 OK 这个我觉得 我用另外一个 不同的角度 让你们 更明白 这个自制的 这个能量 它的限制 在哪里 然后我给你们一个清理 是可以 打开你们世界里的 一些东西的 那些 经常说 经常抱怨 没有人对他好 得不到别人的关怀 没有人 没有人欣赏他 等等 不管你抱怨是什么吧 你有多少形式的 自制 让别人不能对你好 就算对你好 你也接受不到 你也不能接受 OK 让你就可以继续的 又回到你的小岛里面 继续的捍卫你的故事 你看我就说 没人对我好 然后那个对你好 那个人他在那边 你给我滚 然后你说 你看就没人对我好 所以我这一切 你会把雄摧毁 有没有在创造吗 所以当你不能接受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把自己 关在你自己的 这个自制区里 OK 再来一遍吧 所以你有多少形式的 自制 让你 创造出别人 不能对你好 就算他们对你好 你也不会接受 这样你就可以活在你的幻觉里 捍卫你的故事 所以这一切传续 比天晓得了那么多倍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又没有在创造吗 Yes Good and bad Pak and pod Nice shots Boys Povets And beyonds OK 下一个问题 所以如果有欣赏的人 但对方没有回应你 那很正常啊 你欣赏他是你的事情 你的权利 他回应不回应你 那个是他的事情 这样就不算是有关系 他其实也算是一种关系 只是这个关系 可能是单向的 可能是行不通的 很有同事熟人的关系中 很容易讨厌别人 差不多是讨厌大多数的人 要怎么改变呢 所以这有多少创造的 那个讨厌别人 然后我就可以不用接收别人 然后我就可以继续活在我的孤岛里 然后你继续成为你那个自制 那当然有些人他可能 你可能觉得他不是 你会你觉得 哦他这个东西不舒服 可是不代表你 你一定要跟他怎么样啊 嗯 然后可是有多少 我们用这个讨厌 或是什么来成为原因跟理由 然后更让你的那个自制成立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活在你的自制的孤岛里 所有带出来的这一切 陈寗比天晓得 更多被你是否愿意同车毁 并永远不在创造 让我看看我想要回答哪一个问题 OK我们我们我们两个人用不同的就是你从你的立场的角度你的觉察来回答这个问题 我从我的这边就回答这个问题 他说大脑想谈恋爱身体不想单身两年了 OK怎么看这一回事 你先说吧 我先说吧 大脑想谈恋爱 那是真的是大脑是你身边有多少身边的人告诉你 然后你年纪到了 你该结婚了 然后你应该要这样 你应该有个对象吧 你如果没有对象的话你很怪 有人说你如果单身太多年的话你一定是个怪人 知如此类 点点点点点 然后你就觉得这应该是要去 去的才是对的 但如果你的身体没有想 那如果他也不是个问题呢 他如果他目前没有想谈那可以提问他 那在这里还有你真的有去提问过什么是适用于你的关系 还是你其实一直在找你的头脑买入的别人 怎么告诉你你现在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一直去往那个方向那个幻想去找 然后但从来不是真正的 然后你也拒绝去提问和真的知晓什么是适用于你 或者是对适合你的关系 所以带出来的 不允许你轻松感知知晓成为接受这些的 统统摧毁并永远不再创造 好吧那我先聊身体的这个部分吧 身体会不响吗 你要知道今天如果你跟谁住在一起 跟谁发生性关系 这个当然包含你的身体 但是现在如果你说一个关系 关系可以是任何一种关系 它不直接是跟身体有关的 它是你的选择 我见到的一种现象是 很多人学了Access之后呢 他们不想要做的事情呢 他们就说我的身体不要 嗯 OK 然后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这样说 我的身体不要 然后他身体说我没有观点 我没有说我不要 OK 那可是现在如果你真正去 看回去 身体在关系中 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 我现在先排除掉那些不好的关系 OK 今天如果你真的是在一个 很滋养你的关系里的话 对方触碰你的时候 拥抱的时候 呃 发生性关系的时候 你的身体其实会产生一些反应 然后他也会有那个 我忘记那个中文叫什么的 英语他们叫love hormone 但是love hormone不是 他真正的那个 那个 什么荷尔蒙 那个激素荷尔蒙 他对你的身体会有这种激素 其实它是一种身体很享受的一个过程 OK 你想想 当你 当 比如说 OK 我是说这个正常的世界里 很多人关系是怎么样的呢 可能前面两个星期是最好玩的 然后过后的一阵子几个月呢 可能比较是在维持着的一个状态 然后那个火花越来越少 然后开始越来越无聊 然后大家越来越 就 觉得OK 这个就是正常了 就是这样 然后就这样维持 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维持到 里面开始有一些问题 然后维持到什么时候呢 当那个痛你不能忍的时候 就离开 OK 这个实际上的关系 大致上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先不看 这些痛苦的部分 当你一进这段关系里的时候 前面那两个星期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其实你的身体 是很兴奋的 你的身体其实是喜欢这个状态的 OK 所以 所以这个其实是 它不是一个身体会说 我不要关系 但是身体可能说 你的身体可能不想要发生性关系 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你选不选择跟一个人有关系 创造关系 这个是你的选择 那你的身体 其实它是可以享受这个部分的 只是很多人 没有选对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对 不是那个评判的 好坏对错的 那个对 就是对你 对方是不是一个 可能有善意的人 滋养你的人 可以扩展你人生的一个人 还是对方是一个不接受你的人 对方只是一个评判你的人 OK 所以 你在这种情况的时候是 怎么说呢 你要问自己 就是你其实想要有一段关系吗 你如果没有想要一段关系的话 你是没有错的 OK 但是同时 你是否已经有 这个自制的这个能量 创造出 你觉得没有这个关系的时候 你才是对的 这是安全的 你会被保护 没有人会伤害你 所以有这一切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不再创造吗 一个人说 生理喜欢 不 那个不是生理说 它有一个 那个 词 我上个月才看到 我现在忘记那叫什么了 Oxytocin 应该是这个东西 中文不知道 催产术 他 写经事 他只翻译成催产术 灵魂伴侣 灵魂伴侣 大家对 多巴胺也是其中一种身体 你的大脑会释放的一种激素 所以你看 它这些激素 其实是让整个身体 变成更舒服 更放松的 OK 所以你有多少的观点 让你的身体不能去享受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有这一点 你会把它冲吹毁 永远不在冲吵吗 Rine wrong Good and bad Pop and pot Nine shorts Boys Provets And be honest 还有多少 其实你 甚至 可能在这些 你一开始是享受的 可是你就马上跳到了 对关系的期待 它应该要怎么样 开始建立了 好多好多的幻想 然后 让你 让你 又开始 去不接收 这一些的 就是你一开始 你可以 试的享受 这所带出来的 你是否愿 通往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Yes Rine wrong Good and bad Parking pot All night Shirt Boys Perverse And be honest OK 刚才那个人说 灵魂伴侣了 今天如果某个人 他看见你的时候 他说 你就是我的 灵魂伴侣 不要走 好 你可以想象到 当那个人 有这个灵魂伴侣的观点的时候 他对你有多少的幻觉 有多少的幻想 有多少的期待 他有可能是上辈子 不是你杀了他 就是他杀了你 他这辈子 有很多的 多少的期待幻想 对 然后 对啊 所以在这里 而且还有 很多有人会说什么 灵魂伴侣 可能不只是 不只是灵魂伴侣 还是你会遇到了什么 什么 什么样的伴侣 这位一个人 他写这个双生火焰 同样 同样 对 然后甚至说 他是来考验你的 然后他是来 协助你的 他是来关心你的 所以你们 当中有多少人幻想说 他人对你这些的 评判 其实是在协助你 跟关心你 让你 无法自拔 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所以这个人就说 之前遇到一个 和双生火焰 一模一样的剧本 OK 那另外一个人问 那两位都是 怎么面对关系的呢 如果没有幻想的话 清醒的面对啊 选择好玩的关系啊 你有幻想 你会冲得出 好玩的关系吗 或者你发现 你正在幻想的时候 就是 哦 清醒知道 哦 我又掉到幻想了 哦 这不是真的 这不适用于我 我可以选择 马上 这个 not work for me 好 还有什么可能呢 还是你要 使命的抓着 你那个幻想的剧本 不行 这是我 那么努力 生出来的幻想剧本 我一定要fulfill 我一定要满足它 哦 这首带出来 然后让你 拒绝了其他的 可能 在关系中的可能 这首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 通通摧毁 永远不在创造 Yes OK 有一个人问 什么是好玩呢 嗯 你如果连什么是好玩 都不知道的话 No OK 其实这里背后能量 是什么呢 大多数的人 在找对的关系 试图创造完美的关系 在找一个 可能所 所谓的那个叫什么 真命天子 嗯 那 这些东西 其实是很不切实际的 但是现在 今天如果你的 请求就是 跟谁在一起 是好玩的 你这个关系是 更值得拥有的 更可以扩展 你的人生的 因为今天 如果你说 你要找一个 对的关系的话 这里你需要 有不停的 在评判 就是对方 必须怎么样 你必须怎么样 他不可以做什么 你不可以做什么 你们两个 必须展现出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才叫做对的关系 要不然你就很错 对 嗯 然后在这里面 对的关系 对啊 如果对方不是 然后你就是错的 或是他就是错的 然后你就会持续在 上演的那一个 对跟错 然后 哦 所以就继续的 嗯 不用去提问 也不用去觉察了 然后你就可以继续 演你的巨马了 继续 持续的选择 那个幻想 哦 但真的这个是好玩的吗 嗯 所以有多少错误定义 什么对你是好玩的 你把那个刺激 觉得是好玩 或者是那个 对 可是他真的是 会给你带来喜悦的吗 嗯 或者你真的允许 你自己喜悦吗 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你允许你自己喜悦吗 嗯 嗯 嗯 OK 天哪 他们的问题开始来了 哈哈 刚才一开始 我觉得怎么没有问题呢 现在大家的问题来了 嗯 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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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念出这个问题吧 他说 那就只想要那个人呢 对别人都不心动 哈哈 嗯 那 那个人 只想要那个人 对别人都不心动 这里面 这是 真的吗 然后再来 那个人 有多少的那个 已经不是在提问啊 他真的 关系里面 他是滋养你的吗 哦 还是你只觉得 只有这个人 才可以给我 我要的 所以 就算他 就算他不滋养你 你也不会肯承认了 如果你认定 就只是要那个 对 对 他已经是你的幻想了 所以你就要 事实要达成他 就算 嗯 那个幻想 永远不会成真 这样你就可以 继续在你的孤岛里 嗯 然后不接收他人了 怎样还可以比这样更好 哦 嗯 所以 所以你们有多少人 你们有多少的 Big Five 多少的人格 对于关系 你不是真正在选择 对你行得通的 你只是 希望有人来满足你的幻想 哦 所以我这一小小 每天小的 那么多倍 你会把它全部摧毁 永远不再创造吗 嗯 Ryne wrong Good and bad Nine shots Boys Pervets And Beyond 有多少人在试图找到 那个对的人 完美适合你的人出现 然后你的人生才会开始完整 这样你才能开始去创造 你的人生的这所带出来的 所有一切 你是否愿意通通摧毁 并永远不再创造 Yes Ryne wrong Gembe Papa On Nisho's Boys Pervets And Beyond 所以如果你要先找到 那个对的人 那个完美的关系 你才能够开始创造的话 那这个可能是很多人 一直被关系干扰 然后他的 他不能真正的创造 他们的人生的 这一个背后的 其中一个能量 然后这个人说 没有痛苦 就是能不能改变这个关系呢 请问 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 对方是一直要改变你的 那会怎么样 要是你们有多少人 你们对于关系 你们的 其中一个基础的能量 就是要去改变对方 把他变成对的人 OK 所以这一切 你会把他全部去 永远不再创造吗 Ryne wrong Gembe Papa On Nisho's Boys Boys And Beyond OK 天哪 有人说 这样会不好玩 不治疗自己 可是很多人 选的关系 其实就是不好玩的 我这里不是叫你看 网上那些 他们发出来的 那些 那些照片 那些通常都是跟你说 他们多么的开心 过得多么的好 就是 你只要认识这些人 通常 你就会发现到 这些 这些人的关系是 各种的疯狂的 OK 就是之前你们听过 什么Big Five 这些什么结构 人格等等 然后过后就发现到 这个自治的 这个能量 但是 这个实习上里 是没有人去谈论 这一回事 大家也不会把它 看成是一个问题 但现在 可能你们开始明白 它是 它怎么样会是 一个问题之后呢 你开始也会留意到 就是 别人有多少 这个自治的 这个能量 你自己有多少 这个自治的能量 那 这个自治 可以在各方面 限制你 在事业 在关系 在金钱方面 都有可能会限制你 所以呢 嗯 不要忘了 我要说什么 你进去 嗯 所以 这个 从这里面 就会看到 这些 你在选择 这些 甚至你没有意识到 你自己正在 选择这些自治 或者你看到了 别人在选择 这些的自治 然后 那 在这里 你就会有一个 你的觉察了 然后这里 你可以开始 选择 如果你可以 去选择 不一样 的可能呢 那 所以我们来 邀请大家 来到这个 食堂的 RDD的 关系经营 不一样的课程 然后这里面 我们就会 探索更多 然后 Raren也会告诉 大家 那个新的 主题 可能就会 揭露在里面 咯 不是 我今晚 会不要说 这个东西 但是今天 其实你看 单单的 去清理 这个自治 已经挖出好多的东西 一个自治 已经可以给我们 谈 谈几个小时了 可能 那 所以这些都是 更有效的 一些清理的工具呢 可以让你 更短的时间 创造更大的改变 我给你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吧 就 前几天的时候 就发现到 我有一个 某个行为 是我觉得非常行不通的 然后我就 发现了这个行为 背后其实也是 这个自治的能量 就OK 这个自治 突然间一切就改变了 非常非常的快 OK 这边有这个人问 一个关系 行得通 行不通 是可以改变的 是吗 有可能 正确的回答 是有可能 但是 他在这一句 一个人的关系 行得通 跟行不通 是可以改变 是你现在是想要改变 这个人吗 你把它改成 你要的那个样子 一切就完美了 不对 你这句话 嗯 如果那个改变 它不见得是 从改变他人开始呢 嗯 嗯 嗯 那有什么呢 因为他说 都轻的掉 对吧 你愿意选择 轻掉他吗 还是 你要试试捍卫他呢 这个就是人格的能量 你就会觉得 我就是这样 就是不能改变的 这个就是人格的能量 嗯 嗯 那如果你选择的话 就像 嗯 Brain刚刚讲了 对 那个自治的能量 轻了 诶 他选择了 去改变这个空间 诶 一切就轻松了 然后就像我刚才讲的 遇到幻想的 对 认出来 他是一个幻想的时候 就开始选择 不一样的 他就有一个空间 会出来了 那你是那个主动 选择去改变的 对 OK 我觉得这里 我就说一个 很多人会有的一个 一个幻觉吧 一个一些 期待 一些幻想 所以关系是两个人 OK 有些时候 可能问题真的在对方那里 现在我不说评判对方 不是说错了都是他 如果你在评判对方的话 你自己的一些问题 可能你也看不见 现在假设 你不是从这个 评判能量 这个角度去看 这一回事 你只是知道 OK 对方的 做了一些选择 对你是行不同的 或者对方就是 给不到你你要的东西 那你要直接承认 就是OK 这段关系 对你是行不同的 OK 那今天 不是说对方 能不能改变 但是一旦你进入了这个 要去改变 对方的这个状态里的话 这段关系 就不会是好玩的 今天如果在关系里 对方一直要改变你 那也是行不同的 如果对方一直要改变你的话 其实这说明了什么 其实他正在评判你 就是他跟你说 你这里需要改变 然后你就改变 你改变了这一点之后 你觉得他就会开心 No 他过后会找另外一样东西 来跟你说 你这里也需要改变 然后你又改变这一点 你觉得 我这样终于可以满足他了 然后他又说 你这里需要改变 然后你又改变另外一样东西 然后最后你觉得 到底我在这段关系里 是为什么 OK 那另外一种幻觉是什么 有些时候不是对方 叫你去改变 你自己不停地在想 就是我这里不够好 我这里不够好 我这里不够好 我这些方面全都改变的话 那他就会更爱我 不一定是这样的 OK 所以所有带出了这一切 所有的这些 透过刚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 你联想到的各种情境 各种幻觉 你会把这一切全部摧毁 永远不再创造吗 Rion Wrong Good and Bad Pub and Bad All Nice Shots Boys and Beyond 嗯 OK 好 我觉得今晚我说够了 嗯 今晚只是一个前夕哦 只是一个前夕 这个今晚是有穿衣服的情绪 欢迎来食堂 所以这个关系经营不一样 这个是Access里的官方专题课程 它有几种形式 其中一个是三天课 三天课有些时候 对有些人来说 可能会就是比较难消化一些 尤其是如果线上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消化 现场我觉得还比较容易 比较好一些 那我和Christina讨论之后 我们就决定就是做个 十次线上课 每个星期两次 都会在星期天和星期一 所以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 连续五个五次 五个星期 所以这样大家也很容易记得 然后就是每一次呢 这两天里面 我们可以去谈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在接下来几天里 去运用这些工具 去做些心理 得到不同的觉察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学一些不同东西 或者可能有一些 一些新的提问 你可以带回来 以此类推 所以这个我觉得 会是一个对大家 更有贡献的一个做法 邀请大家 来到这个食堂的关系 经营无恙 然后 对啊 上完课 然后从生活 然后你去运用这些工具 然后又会激发 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看在这里面 我们会一起打开些什么呢 对 当然其中一个东西 不会忽略 就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 因为必须你跟自己的关系好 然后你才容易跟其他人 冲着好的关系 我经常给大家的一句话 可能你们网上 也看过相似的一句话 就是比如说 如果一个人他不爱自己 你能够爱他吗 你爱他 他能够接受吗 他是接受不到的 OK 所以你如果对自己好 你肯善待你自己 其实你也不会去找一个 不会善待你的人 来跟你在一起 你不会去用一段关系 用某个人来虐待你自己 当你会这么做的时候 请问你爱你自己吗 OK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晚就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 接下来的这十堂课里面 可以见到大家 然后他没有先修条件哦 大家都可以来哦 OK 如果你是Bass导师 你每一年需要至少三个课 然后可以续排的话呢 这个课是可以符合 你续排的条件的 不只Bass导师哦 你如果是面体导师 身体怎么去单元导师 通通可以用这一堂课 来做续排哦 对 嗯 OK 然后里面其实可以是 无所不谈的 你对于性 你想要问什么东西 也可以 那我们在那十堂课里面 我们才来聊这些 更 露骨的一些东西 嗯 OK 然后如果 如果曾经有上过这堂课 然后是在两年内上过的 那就可以提供给我们主办 然后就 就会有 在七折的 又会这样 嗯 然后就是要给 上课证明给我们的主办 这样子 就会有 另外的 折扣联系 所以这个是 AXS最近的一个改变 呃 就是 复训假现在是两年 嗯 OK 两年之内 OK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贵心啦 谢谢 拜拜 拜拜